各位網友,大家都知道我挺喜歡讀歷史的,我家裏有24史,還有很多歷史書 但其實每一個朝代滅亡之後,下一個朝代會為他編證史,即是第一部證史是史記,然後是漢書後漢書,然後是三國字,然後是晉書,一個個朝代是數下來的 現在呢,清史難產,為什麼呢? 好了,和這個有關的,我應大家的要求,因為很多網友跟我說,希望有個有聲的書 前大中華膠忏悔錄,4月2日開始,在Patreon上架,所有Patreon會員免費聽的,是天天上一段給大家聽的 當然你可以聽回以前的那些,整本書就聽完,如果你坐車那些就方便很多 大家可以回頭再聽幾次,你就會徹底明白的,給大家聽一段 人必須有適當的自信心,不過人生的打擊和挫折實在太多,因此有些人自信不足 覺得自己比不上人,於是將自己投射在一種更大的東西上面,讓自己感到驕傲 同時投入自己的感情,將那種東西看作視自己,寄託自己的水仙花情結 假如有人用任何方法攻擊那東西,便會覺得自己受到損害 這種心理,便是現時大陸人玻璃心的來源 其實會徹底地,將所有大中華膠思想拼搏 其中這個就是清史,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中國清史泰斗大日,在1月24日,在北京逝世,等不到這本書出版 98歲了,已經是 這個大日是官方的,清史編贊委員會主任 結果死了,我要講回清史,清朝一忘了 原世凱就下令編清史,在1928年就出版 那時候那本就叫清史稿,因為未能訂 是誰編贊的呢?就是趙爾遜 趙爾遜就是東三省的總督,漢林 他寫出來就是站在清朝的立場講話,因為他是遺老 那本書呢,有一段時期就攻擊一些,即是會罵那些革命黨人 那麼國民政府就不准春 到了1935年,是汪精衛決定給那本書出的清史稿 那麼好了,這個是清史稿來的,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 毛澤東想收市,收到文化大革命,沒有了,無疾而終 到了江澤民又講收清史,2002年8月,江澤民搞下的,批准啟動清史編贊工程 這個是,2002年搞到多少年呢,用2000個專家,2003年開工 本來就說在2013年,傳出2016年編成,後來說在2018年出版,這本書很厲害 新編的清史,3500萬字,這麼大一套書,是35本藝書,中華書卷八冊 是幾倍史記和知字通證,3500字,不要說審了,看都廢勁,誰來審,誰敢放行 這麼大篇幅,這麼多敏感題材,萬一漏了什麼呢,人家就說你是為境外反動勢力 遞刀子的歷史罪人,誰敢批准出品呢,這本書,會不會看漏呢, 這個就是美國學者,張太素,過不了證審,因為受國外新清史影響過大,我主要這段是解釋給你聽,新清史和習近平的史觀 的衝突,其實他開始寫書的時候是用舊的觀點去寫,我已經舊的觀點已經很離譜了,但我再說 新的觀點是什麼,聽完之後白錦交集,說他們受新清史影響,因為項目裡面的學者,幾十年如一日,是全力反對新清史的,這班人是反對新清史的,結果竟然說他們受了新清史影響, 這個真是莫須有的罪名,順便說一說,莫須有這件事是假的,不是真是歷史,歷史上關於岳飛的罪名是莫須有,是假的,沒有這件事, 好了,2002年政府編修清史,2018年送了一個稿上去,2019年交給社科院, 歷史研究院審讀,成立領導小組,2023年,清史稿,看了3200萬字,將近完成,說2023年,誰不知現在說,出不到這本書,這個主任都離世, 為什麼清史收不到,政府用了幾千個研究人員,編清史,幾千萬字,花了20億以上,這本書,我想是胎死腹中, 其中很多問題,清朝的聚述,對中共來說很重要,大家知道,1984說,誰掌握過去,就掌握了未來, 你是將過去描繪成怎樣,就是證明你的統治是對的,所以你掌握了未來, 誰掌握了現在,就掌握了過去,你掌握了現在,你就可以重寫一些歷史, 他主要是寫什麼呢,清朝歷史,這個呢,中國受到百年屈辱, 給西方國家,然後由共產黨,百年屈辱,然後就由共產黨將它救出來, 所有其他方法都失敗的,這個才應對習近平的民族復興這個主題, 知情人士說,包括習近平支持的一個高級歷史學家, 批評清史稿,偏離官方觀點,不適合習近平的願景, 這些人,2002年被他主編清史,已經很知道中國的思想, 究竟是什麼,他們也都完全符合,但結果呢,習近平出了一套新東西, 一個知情人士說,批評集中政治問題, 不是說他技術上錯,而是這份書稿,沒有為人民講話, 不是代表人民的,這個項目遭遇困境, 因為那些人年紀很老,紛紛死去, 好了,那個大日,我首先告訴你, 他都知道南海的爭執, 故意做了一篇,證明中國是擁有南海的, 在清朝的時候,找了很多歷史證據出來, 習近平是想一數2012去掌權之前, 盛行那種相對寬容的思想氛圍, 令到歷史學家無所釋從, 他們以前都有一個框架的, 我講一個框架給大家聽, 共產黨講歷史,我讀了這麼多年, 說階級鬥爭,就是那些封建階級是很惡毒的, 欺凌人民,這個是第一條, 第二條就是,農民起義是正義的, 於是就要肯定李闖皇在清史裏面, 肯定太平天國, 第三,就是他們講民族融和, 就不可以講,這個真的很嚴重的, 不准講清人滿人是侵略中國的, 於是袁崇煥那些人就不可以做民族英雄, 因為現在漢滿是一個共同的中華民族, 不過自己兄弟打架,沒什麼所謂, 第四,就是中英戰爭, 英國完全錯了, 無端端侵略中國, 令到繁榮安定的中國, 陷入困境那裏, 正待共產黨的解救, 這些事情他們是不會錯的, 這些傑拉, 自從編清史以來, 中國的意識形態, 不發生了變化, 知情人士說,意味著歷史學家用一些理論框架不再有效, 也不再有政治正確性, 我剛才那套解讀就不行了, 為什麼呢, 他要寫中國民族融和, 就要講清朝的統治, 是一個偉大的統治, 因為他將所有的民族融和成為一個中華民族, 以前那個歷史觀就是這樣的, 就說中國是天橋大國, 其實是一個漢朝的歷史, 漢人的歷史觀, 漢人的疆域其實就是長城以內, 那你怎樣解釋蒙古是怎樣來, 新疆是怎樣來, 西藏是怎樣來呢, 這些地方, 那一套解釋就是, 以前的解釋就是, 他們不停向中國進貢, 因為中國很強大, 慢慢中國將他們歸化了, 變成中國的一部分, 這個是一向的看法, 到了習近平的看法就不是, 習近平的看法就是, 本來, 所有這些地方, 新疆, 西藏, 蒙古, 都是中國的一部分, 是一個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他們很想加入中國的, 這個就是習近平的思想, 這個和傳統的看法, 我們讀歷史的時候, 那個就是大漢族的看法, 是不同的, 衝突就是, 他是要意圖把東北地方, 蒙古, 西藏, 新疆, 寫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而不是他們後來歸化進去中國的, 戴日講, 未死之前講, 習近平是很關注青市項目, 幾次過問工作的進程, 他曾經向習近平寫過材料, 給習近平看的, 他已經告訴他的同事聽, 凡是牽涉到邊界, 海事, 海事他故意解釋南海為什麼是中國, 民眾, 宗教, 外交問題, 要好好小心, 不要背鑊, 邊界就千萬不要寫, 俄羅斯怎樣欺凌中國, 吞併了二百萬平方公里土地, 又不可以寫為什麼蒙古會獨立出去, 為什麼蒙古是大清國的一部分, 而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見了呢, 那些邊境究竟以前是去到哪裡的呢, 這個很小心, 海事就是要寫南海, 是中國的傳統的一部分, 民族不可以寫有民族矛盾, 我們的民族全部都是相親相愛的, 看到對方就抱著來疼, 不會打仗,不會仇恨, 不要講這個揚州十日家定三徒, 不可以寫宗教矛盾, 不要寫宗教矛盾, 外交就一定是西方欺負我們, 就是俄羅斯是沒有欺負我們, 一定要仇恨日本, 已經是他跟這個框架寫的, 大日團隊2018年, 將新收清史, 送審稿報報上級部門, 2019年開始審查, 審查結果, 書稿沒有強調清朝統治者, 是統一了一個多民族的國家, 清朝是很偉大的, 因為你一將清朝的疆界, 和明朝的疆界擺埋, 你就非常驚訝, 為什麼呢? 明朝只有700萬平方公里土地, 到清朝變成1400萬平方公里土地, 後來他又失了蒙古, 蒙古其實是中華民國那時候才失的, 嚴格來說, 然後就失了簽約, 把外興安嶺的地割讓出去, 只有900多萬平方公里, 不見了400多萬平方公里, 第二, 一定要講, 藏族, 東北遼西的, 其實是有滿族有蒙古族, 這些人本來都是想做中國人的, 誰不知有些壞人在搞他們, 所以想獨立出去,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 中國對青史學家的抵制, 反映了最近的新青史, 那班人就是外國學者, 他們看了很多檔案, 用滿語, 滿語有老滿文, 有舊滿文,有新滿文的, 維吾爾語, 藏語, 來看, 他們就發現, 你不是由中國的角度去看, 說這些人什麼時候出現, 什麼時候打你, 是要用他們的言語去看他們的歷史, 他們的歷史就看到一個中亞, 中亞草原地帶, 其實就是由遼東, 一路去到新疆, 這個地方的民族, 他們有一個繼承下來的文化, 即是等於你中原的文化, 中原的文化, 就是一個農耕的文化, 16吋雨水以上的, 有一個油木的文化, 這個油木的文化, 也是有二千幾年的歷史的, 有不停的盛須變遷, 也是統治過極大的地方, 它不是你中華文化的一部分, 它是一個獨立的文化, 你要看回這些檔案, 他們是怎樣去寫, 我都告訴你, 元朝是絕對沒有漢化的, 蒙古人是絕對沒有漢化的, 清人其實就是一路都是, 滿漢是隔離的, 不准通分的, 是一國兩制, 所以重要的官, 例如尚書侍郎, 都是一個滿人一個漢人, 有些官一定要滿人做, 其實滿人一定要學習騎射, 保持學滿文, 他盡力維持他的政權的獨特性, 就是說清朝是一個外來民族的入侵, 他入侵了中國之後, 他用一些漢人的方法來統治, 但其實他從來都覺得自己一個獨特的政權, 是一個獨特的民族, 是一個中亞這班人的一部分, 這個叫做新清史, 你要參考很多這些歷史, 包括滿文的檔案, 維吾爾族語, 蒙古語, 以及李朝的紀錄, 朝鮮李朝紀錄, 視角就會寬很多, 譬如有一個千古奇案, 毛文龍案, 我告訴你, 根據舊滿文, 老滿文的檔案, 發現原來毛文龍寫信, 約王太極要求投降, 袁崇煥懷疑毛文龍, 預備投降給王太極, 然後派兵去偷襲山東, 以及滿清, 他要求滿清, 他就讓開等滿清, 可以入關, 然後毛文龍就想佔據山東, 這個是有檔案顯示, 所以袁崇煥要立即趕著殺了毛文龍, 這些學者的著作和中國的敘述是矛盾的, 另外一些批評意見集中, 講西方列強, 怎樣逼到中國政治變革, 不可以這樣寫, 即是西方enlighten了中國, 中國學到一些西方的學術, 覺得西方很厲害, 不可以這樣寫, 一定要寫西方對中國很差, 害到中國混蛋, 他們希望淡化西方對清朝政治改革的影響, 強調外國帝國主義對中國社會的負面影響, 只可以害中國, 這是一個清史專家, 根據習近平的說法, 中國沒有征服這件事, 沒有被人征服, 是那些清人很想進來和漢人統一, 只是渴望成為中國人民的愉快統一, 中國又沒有去征服別人, 人家又沒有征服中國, 大家是一家人, 床頭打床尾和的, 其實就是這樣, 清史項目的政治性, 高於學術性, 這些內容無法用於學術目的, 他沒有辦法跟學術合得來, 我解釋給大家聽, 你一看二十四史, 他有一種儒家的思想架構造成的, 整部二十四史, 都是用道德來解釋歷史的, 即是皇帝有道德, 用賢人, 於是統治就好了, 一用壞人, 用小人, 用宦官, 女人, 這樣就糟糕了, 他整個二十四史都是這樣解釋的, 這個就是用儒家的思想, 即是你寫到一個亡國的皇帝, 你就寫他荒淫, 你明不明白, 強調他荒淫, 其實就是完全 disregard 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譬如說疾病, 氣候, 科技的進步, 武器的進步, 這些完全是 disregard 了, 是用道德來解釋中國歷史, 好了, 然後共產黨初初來, 我就看范文蘭的, 就是完全用唯物史觀來看歷史, 即是一路都是講, 階級的問題, 生產力的問題, 決定了上層建築, 好了, 然後到中共, 除了階級看歷史之外, 還要講, 沒有民族矛盾, 中國是和平的, 偉大的, 所有民族都是自願統一的, 中華民族, 幾十個, 中華國家是幾十個民族, 他們這些是狗屁不通的, 大家自願成為一個共同的國家, 誰反對這件事呢, 就是想分裂偉大的中國, 但是因此他要肯定清朝, 因為清朝是把中國的疆域擴到這麼大, 所以清朝就要代表中國了, 要不然你不能夠解釋, 為什麼由明朝變成清朝呢, 中國大了一倍, 所以清朝其實是中國, 他們徹底漢化了, 雖然是滿人, 但是其實是中國人, 這個看法就是這樣的, 人民日報2019年發表長文, 批評新清史, 將國外歷史的虛無主義, 在清史研究領域, 理論變種引入國內, 什麼叫做歷史虛無主義呢, 就是說不是有一個固定的看法, 這個歷史的看法, 和中共官方的看法不同, 現在清史最大的問題是怎樣呢, 叫他做那個, 有一個人將工程交給大日定那幫人做, 那時候是江澤民, 胡錦濤時期, 收貨那個是習近平, 兩邊的思想是不同的, 習近平是更加強調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你什麼都要服從這件事, 於是一定貨不對版的, 就是你的裝修, 是上一家人裝修的, 又叫你收貨, 你肯不收貨的, 文章說清史研究, 清史的研究, 和維護國家領土主權有密切關係, 就是清史研究一定要得到一個結論的, 就是這些地方全部是中國的, 只是准有這個結論, 這個歷史是用來為了這件事服務的, 清史研究, 事關意識形態的安全, 就是排除西方的意識形態, 一直都是侵略中國對中國有害的, 去年中國歷史研究院出版, 清朝國家統一史, 是對新清史相關的錯誤言論, 作出有力的回應, 即是我要告訴大家, 這些新清史就是回應近代西方的後現代的左派思維, 西方的思維以前就是用白人為中心去看世界, 覺得白人把文明帶去全世界, 現在的歷史觀點就不是, 非洲有他的文明, 印第安人有他的文明, 白人去到, 是去欺凌他們的, 我們要尊重當地人的文明, 這個文明的多樣性, 將這件事套下去中國, 就是你是用大漢族的文化, 去欺凌的角度, 覺得你將文明帶給滿人, 蒙人, 藏人, 維吾爾人, 現在不是, 人家有人家的角度去看這個世界, 這個就是新清史, 中國研究院強調, 一定要從國家統一的角度來研究清史, 如果你有一個角度, 就不是研究清史, 有些證據不對的就當它不是, 是不是, 就是說, 如果你說, 你硬硬去讀, 誰是中國的一部分呢, 韓國北面, 在歷史上沒有什麼可能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越南沒有什麼可能不是, 反而新疆就從來都不是, 西藏就從來都不是, 蒙古就從來都不是, 只有蒙古突你, 很少中國從來沒有佔領過蒙古的, 這個, 誰說, 這個, 傅察, 台灣那個, 是清朝皇族的後代, 結果他就走了去, 整個八旗文化, 去大陸拘捕了, 他說是這樣的, 如果人家打進來, 打贏了你, 那個是自己人, 是我祖先, 把蒙古人, 當成是漢人的征服, 這個, 把滿人, 又是當是漢人, 當是漢人的成就, 當是中華民族的成就, 而人家不夠你打那些, 這樣就不要緊了, 那你就可以醜化他, 仇恨他, 一打贏了你, 就變成你的祖先, 是你的兄弟, 中國歷來有逆代修史, 盛世修書的傳統, 明史, 是歷史上官收史書, 編載時間最長的一步, 由順治二年開始, 到乾隆四年, 前後94年, 如果由康熙十八年, 都是寫了六十年, 我們看一下, 歷代的歷史書, 徐書, 藝貞, 619年, 徐朝網, 636年, 十幾年寫了出來, 這個是舊唐書, 你要看舊唐書和舊五代史, 新唐書和新五代史, 就是歐陽修和宋奇再寫過的, 說他沒有禮學思想, 沒有禮教思想, 馮道那些人都沒有罵, 那幫人經常都是搗亂朝綱, 士軍散衛, 都沒有說, 所以新五代史, 但是舊唐書和舊五代史, 只差三十幾年, 宋史七十幾年, 明史最久九十幾年, 今次, 1912年, 滿清亡國, 到2024年, 112年, 那部清史都出不來, 好不好笑, 因為你的歷史觀經常改, 新清史嘗試以少數民族的觀點出發來, 中和你們的大漢族思想, 強調, 運用滿文和其他少數民族言語檔案的重要性, 一定要懂得看他們, 那些舊滿文, 也不能出發出來, 新清史學派, 想由中華和中亞, 兩種不同帝國史觀來看, 一個就是中華, 這個農家文明, 一個就是中亞, 其實是由遼東, 漁木民族, 一路去到中亞這個地方, 對傳統清史研究作出修正, 將他的視覺, 由傳統中國歷史書寫, 那些人怎樣漢化, 怎樣朝貢, 轉為一個更廣闊的歷史, 反對漢族中心主義, 反對儒家中心主義, 反對漢族中心主義, 即是反對世界史上的白人中心主義, 覺得原來世界史是白人怎樣把文化帶去全世界, 現在是否定了這個歷史的, 新左派就是, 那習近平, 即是, 自從他2012年上位以來, 到現在12年, 那些人統計, 他是指明了多少個方向呢, 他指明了為全世界指明了244個方向, 什麼都是教他指出方向, 大家才知道, 青史研究, 一定要習大大再指出, 第二百四十五個方向明確, 然後才可能由頭再誰, 好嗎? 這節講到這裡, 好了, 別人推薦了很久, 我第一次推薦VPN, NOT VPN, VPN, 任何人用我們的連結購買兩年服務, 可以多四個月, 現在VPN, NOT VPN本來在送三個月, 那就是送七個月, 81元美金, 就可以用兩年零七個月, NOT VPN是世界上最大的之一, 那他就特別快的, 一個賬戶有六部機可以用, 理論上, 你一個人, 一個手機, 一個iPad, 或者一個電腦, 這樣, 是兩至三個人用的, 81元美金, 就是640元, 就是有31個月, 31個月, 每個月是20元, 20元而已, 三個人用, 你如果用這條連結進去, 就會獲得這個優惠, 而且也是對我們的支持, 還有什麼好處呢, VPN可以連接到ChatGPD, 我也預備用這個, 去看Netflix, 就是我停了我的訂閱, 去土耳其看Netflix, 是便宜了一半錢, 這個有好處, Youtube Premium也是最便宜, 是印度最便宜, 還有一點大家擔心的, 我解釋, 沒有中資背景, 註冊地在巴拿馬, 員工是在立陶苑,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又是PWC, 不會傳你的用戶資料, 大家很放心, 600元, 就有30個月, 31個月, 三個人用, 23號就是23條, 我建議在香港的人用的, 真的我建議在香港的人用, 好了, 640元, 這個兩年零七個月, 這個是31個月, 20元一個月, 三個人用, 一個人6元而已, 穩陣一點一定要用, 你用Netflix和Youtube, 就是Premium, 就已經省了, 還有用這條link去拿到優惠, 也是對我們的支持, 我們有一些commission, 對我們的支持, 我希望大家快點加入, 第五個月, 好